踢髮你知道嗎 踢髮是什麼 你說我剃頭髮 對 你還堵呢 踢髮呀 從我創團以來 最喜歡 最讓我可以得到能量的舞團 就是你分 就是因為你的那個 傳統的底蕴很強 很厚實 然後你也不放棄 要從那裡出發 然後當然 動作是最難的 然後你遇到了一個這樣這麼 其實滿有知名度 然後也非常好的一個舞團 然後今年要在TIFA演出 所以我好 當然就一定是 推薦 我要帶的 就是代聲的絕創 請大家來看看 在花蓮 一個泰魯歌主 的一個創作者 如何跟 映影的 非常優秀 知名的國際編舞者 如何共創 我自己很期待 很期待 所以 歡迎大家來看 怎樣你們的這個作品 你要不要講一下 其實在講那個啦 跟黎賽有關係的 我們從移工 然後其實連接到 然後原住民那個 林班的那種經驗 才講說 我們在一起 因為離散相聚在一起 當然 離散我覺得 這一次疫情 其實也是 大家都被自我隔離嘛 對 也是某種離散經驗 那些 印尼舞者 都是 學的 對 對 讓那個舞藝不太熟 那麼難 你有學會嗎 你有學會嗎 我怎麼可能學會 在旁邊這樣看啊 可是很喜歡啦 你不是嗎 怎麼太陽那個下雨 這個害怕太陽下雨 幫我們搞了一年啊 才會在這裡遇見你 真的不想看到你來 要看到 那好了你們那個名稱 搭唱的那個 巴格隆愛 之類的 裡面的巨子 不要害怕太陽 不要害怕下雨 我們躲暗晒太陽 跟那個淋雨 我沒有喔 我啦我啦 我 但這個作品本來是 去年要演嘛 然後帶著一種很興奮的 踢髮你知道嗎 踢髮是什麼 然後我剃頭髮 對 哈哈哈哈 欸你還堵呢 踢髮啊 你要不要把他搞一年 去我我搞三年耶 你應該是共識啊 那共識太難了 就很佩服你 但是一定會很好看 因為我認識那個別人 你說 他還蠻酷的 但除了他的之外 欸你會推薦一下我們作品 因為你一直在講 我就沒辦法插進去啦 我很喜歡布拉斯 我覺得他在看事情很精準 但我有一群很難控制的舞者 蠻好的啊 我們互相成長耶 我覺得是那個處境還蠻重要的 就是說其實原住民到現在的 在整個國家 或者整個社會的結構當中 其實他還是有一些沒有被解決 因為我覺得台灣很多元 可是多元不代表 我知道 但是我不尊重他 而且我覺得多元 不只有值在文化上的 他反而在不同價值觀 所以我覺得被看見處境是好的 而且我覺得也可以從他作品當中 或是說他處理相關的議題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都在試圖突破那種處境 很期待那個太陽的下雨 希望大家可以買票來 看我們的演出 謝謝 阿里阿里是那個 走啊走啊 走啊語 台灣語吧 阿里阿里是走啊走啊 你確定 走啊語 你幹嘛一直用我們的語言 哈哈哈哈